在除尘设备中 脉冲带式除尘系统性能优良 工艺先进 系统运作时 粉尘颗粒物由设备进入软管 由软管进入织管 最后到达主封管 通过主封管传送到除尘主机 同时 输送管倒闭的火花探头能及时有效地探测到火花 全程仅用0.3秒对引人员进行熄灭 并同时发出告解工具 细小缠粒经绿带过滤后 粉尘被阻留在绿带外表面 净化后的气体从绿带内部经过带口 上香体 除封口 然后由引风机派入打气 绿带表面的灰尘落入除尘气底部 经刮板机传输到除料仓 光阳催化废气处理设备 光阳催化废气处理设备 光阳催化废气净化设备后 高能光束裂解恶周气体中细菌的分死链 破坏细菌的核酸进行氧化反应 纳米光催化剂在特定波长的光的照射下 手机生成 电子 空穴和周围的氧 水发生作用后 就具有了极强的氧化还原能力 就能使排出来的废气降解转化成 无氦无味化活物 水和二氧化碳 最后通过排风管道排出